完全政治凌駕專業 而且真的是把台灣烏克蘭化 這就是整個國防政策的大轉彎 那你想國防 我就隨便講一年的一年期的義務役 誰來帶誰訓練 光是這個問題 我覺得連班長連長都不夠 對幹部的問題啊 你都不夠啊 然後品質怎麼樣 那個後面一大堆問題要討論 然後你在選舉一選完 然後馬上要接2024大選的時候 你去丟這個 你本來沒有誠意 這本來就是個不對的討論時機 但你現在可以做什麼 你現在可以把重點拉回 志願意的待遇 我平常講我做年輕人 我覺得3萬5跟5萬5差異不大 因為現在年輕人面對最大壓力是什麼 住房的問題 就住房的問題 3萬5跟5萬5你買得起房子嗎 都買不起 可是國防部有什麼 國防部其實很多閒置土地 你能不能籌別部分的軍宅 讓你有這個長期的宿舍 或者是乾脆你服役滿12年 你真正是一個精兵極戰力 方方面面給你很優惡的待遇 解決住房問題 第二個叫生涯規劃 他在服役的時候 接受作戰訓練8年10年 你可能就是一個非常厲害的 阿兵哥對不對 但是你8年10年之後呢 你能不能轉換跑道 我們國家這麼多的公務體系 巡山員清潔隊等等 雲出部分的員額嘛 退伍軍人優先嘛 加上民間的給予誘因嘛 你聘用退伍軍人 或者協助他轉職 減稅優惠嘛 你去做這件事情是不是 志願意南的生涯規劃 年輕人再顧了就住嘛 第二個就生涯規劃 就解決掉了 第三個就是尊嚴嘛 我們的社會一直到晚嘲笑軍人嘛 那怎麼可能大家會覺得當兵 是有尊嚴有光榮感的事情呢 這些事情都要處理啊 那你尊嚴是不是要跟 這個國軍的形象要一併處理 現在沒有軍法對不對 這個特殊的部隊他難道不需要一些 大家不用正視問題 然後去把這個規則建立起來嗎 讓他非常嚴謹 然後大家尊敬他 這是一種良性循環 那你國防部理論上 我們慢慢走向全幕兵的時候 你本來就要花很多時間 討論這三件事 然後我們把這個 三萬人的缺口補起來 你是不是該有的戰力也有了 大家也不會影響一般義務役 你是不是就有機會 還是維持四個月 甚至慢慢以後大家不用當兵 那你這政府都不討論 我剛聽到這我都嚇一跳 原來是正式凌駕專業 國防部基於本位基於專業 去提出不同意見的時候 那府院黨要撵過去嘛 要硬幹嘛 那現在變得國防部要吞 就是說就算國防部長副部長 願意屯 願意配合你在那裡做簡報好了 他的上情真的能下達嘛 你進到整個軍務體系的時候 大家不知道怎麼辦 或者是放在那個地方 那你這個訓練計畫 真的來得及嗎 那你要訓練很危險嘛 所以現在才傳出 國防部長要換成李喜民嘛 我說就算換國防部長好了 我也覺得這東西下不來 然後再加上你剛剛還講 不是講什麼民防嗎 民防一下 你是花進群 連質詢都面對不好的人 你讓他處理民防嘛 民防系統理論上是歸內政不管 你就不要想太多了啦 而且你真的是那樣 真的遇到戰爭的時候 那真的是森林塗炭 你等於全部人都要去當炮灰 那所以很恐怖 這整套聽起來是噁戲啊 我跟你講 烏克蘭它的體制本來就是這樣 因為它是一個內陸國 而且它打很久了 所以它本來就是國度 不一樣啊 不一樣嘛 你硬要學嘛 因為美國叫你學他嘛 美國叫不學他 所以美國但是 因為這個東西可以肯定的是 反正軍費一定會暴增啦 我們要買更多的武器嘛對不對 因為美國就要把台灣 烏克蘭化嘛 就是買武器啦 買武器的話結果來看到了 這個之前說要提供這個 台灣100億美元的無償軍援 已經跳票了 變成有償 而且貸款需要12年之內償還 那外交部有針對這個部分呢 對外澄清 單純以無償軍援跳票是扭曲 不僅不能反映真實情況 更是刻意醜化台美關係 傷害美國這個國會友人立法的美意 所以閻老師 外交部是美國的外交部吧 是不是 外交局吧 外交局 一直在幫美國講話 這到底是怎麼啦 蔡英文不要真的是成了俄皇帝吧 我覺得外交部 你就老老實實講說 美國是一個 就是三權分立的國家的 他們的國會 過去可能有一些承諾 可是有很多的國會議員 說老實話 共和黨裡頭有一些 我們講說是比較不贊成 就是這個國際 國際主義的 贊成孤立的 他不願意在這個上面 有更多的參與 他們也反對烏克蘭 這個戰爭這樣子 所以他們也不太會 不一定會接受台灣的 那共和黨跟民主黨裡頭 還有一批叫做預算 就是我們講說這個 這個等於是財政要有紀律的 他不願意亂花錢的 那他覺得說這樣子 花那麼多錢 在這種國際外交上面 不值得 所以你還有這些議員要擺平 第三個 民主黨裡頭那個 最左的進步派的議員 他們覺得錢要花在 美國自己的社會福利上面 也不願意這樣子花 所以這個是美國內政 很大的議題 你不要每天覺得說 美國人好像自己家裡頭 就像我們台灣一樣 我們常常台灣不是有的時候 我們一援助美國 援助我們的邦交國 就有人說 那些錢文不留在自己 我們國內還有很多需要 一樣的 那人家也會這樣子講 所以你當然是 那你應該把這個事實就講出來 好像大家一講就覺得說 台美關係會有影響 不是嗎 美國的政治現實就是如此 所以我覺得我們外交部 也應該帶頭來教育一下 台灣的媒體跟老百姓說 美國人有他們自己很多的考量 不是台美關係 不是美國做所有決定的最重要的考量 是美國本身的利益 我覺得但他大概不會這麼講 不會這麼講 沒有這樣講 所以只好就沒事就幫美國去捍衛美國 說媒體扭曲 說媒體扭曲 我覺得這個媒體也沒什麼扭曲 就是政治人物 台灣跟美國一樣 有的時候會講得很漂亮 根本沒辦法實現的東西 然後講得好像一開始講得很大聲 但做不到 那做不到就做不到 因為你國內的還有制衡的力量 就是如此 我覺得這個是很現實的 就是你把美國自己國內現實的狀況 講出來就好了 沒有人再扭曲 這個就是現實 美國你自己那些友台的議員 或者是好像當美國通過法案的時候 我們台灣這邊好像一路在歡心鼓舞的人 也稍微謹慎一些 就好像上一次 我覺得美國國會通過台灣政策法的時候 那個時候只是在外交委員通過 還沒有完全通過 哇 我覺得台灣好多人好興奮 很嗨 只有我一個人不嗨你知道 那我就覺得我好像做錯什麼事情了 我覺得我不嗨的時候 好像對不起台灣 為什麼我不跟著一起嗨 因為我覺得我研究的現實就不是如此 那結果後來果然就看到 就是還有美國的議員反對等等 然後就拖下來了到現在 對不對 當然他現在 透過這個國防授權 要把部分的東西納進去 可是 這個就是美國在 一直在玩的一個遊戲 就是每一個友台的法案 到最後都肢解了 肢解 對 對就沒有辦法 不是原來的樣貌 不是完全的樣貌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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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